王晴天下 张又霞这一次去莫斯科 是我觉得很特别的 因为你想就是 你只要有注意到这几个人的动向 他见 见不不管少一谷 他们上个礼拜才在 相乡战论坛见过面 他见 普丁普丁上上个礼拜才参加一带陆峰会啊 他说你没有你没有必要还特别跑跑这一趟啊 那为什么张又霞这个时候要去 当时香山论坛 是疑似性 顶多是交换一些意见 但是这一次张又霞 访问俄罗斯 实质性要敲电某些交易 第一个交易军事客气 不慎从普丁嘴里面露出来了 哎 我要太空科技你给我一点 这这是中国 一直在调调俄罗斯的 对啊 普丁都讲说 哎呀我们很开心 达成 包括什么 太空的 交流 你讲什么 对 因为俄罗斯 俄罗斯在太空竞赛当中很明显的落后了 对啊 甚至呢最近的表现比印度都好差 军事用途的 不是咱们那个你看得到了那个什么神舟17号啊 对 军事用途你根本看不到 你怎么知道是神舟16号17号 里面有些什么不能 或者不变公开的 军事上的用途 你永远不知道吗 对了 因为中俄的已经已经有 有有共识也有 也有默契要准备一起到月球去设基地 但是这一部分的其实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力量 还是要中国的态度 简单 罗斯在这方面已经不太行 简单讲就太空作战 对啊 不管如何 普丁讲的意思就是说 中俄两国已经在太空 这个军事方面的科学使用 达成了 共同努力的方向 这还用讲 就是 我中国要给你什么嘛 那再来 他说我们的演习 要定期合作 那个演习 当然不会在南海嘛 再讲给谁听的 Japan 再讲给Japan听啦 因为俄罗斯最喜欢演习的地方就 俄霍刺客海 俄霍刺客海 库越岛嘛 库北岛 这附近嘛 那 这个东西 要求中国解放军配合他定期演习 中国解放军没事干 跑到那边去干嘛 再来 第三点 这可能是中国要的 核武器跟科技武器的合作 这个坦白讲这个俄罗斯比中国 重方好一点 核武器他必须数量上面 技术上面来讲是OK的 那 那 再讲给谁听 美国听 对 USA 讲给美国听的 你看美国可能早就知道有这些花样 就说 咱们谈谈军控吧 俄罗斯不跟美国谈军控啦 俄罗斯最近把所有的条约 反正既然你美美国已经撕了两份 我也撕两份 因为美俄之间了在过去国际社会当中 我说 国际社会 以我跟蔡震源的年纪了 我们虽然谈核武 可是 我们大概都已经有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说 核战争是不可能的 就是不会爆发核武器都只是拿来互相下架对 对方的 就摆在那边好 好看的 就是有就安心 就不会发生 可是呢 当当最近的 就21世纪之后 美国撕掉了两份的协议 撕掉了中岛协议 2018年 撕掉了反弹道非非弹协议 2001年 撕掉这两份协议之后呢 俄罗斯呢 这两天的时间 这个礼拜你看普京 把核 事报的协议 OK 那个批准 给撤销了 然后呢 把就是说呢 跟欧洲之之间的 常常规武力的 这样一个配置的协议 也撕掉了 那个现在 在东 在东西方之间 就是说美国或者北约 跟俄罗斯之 之间 现在唯一的 还有效的核协议 叫做核不扩散协议 那不是特别针对美俄的 但是所有在军事用途上面 不要引起对方紧张的那个双边协议 现在通通没有了 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什么叫军控 就是 arm control 这是什么 第一个部分 基本上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刚才 强龙兄提到 就 核武不扩散条约 核武不扩散指的是什么 你不可以买 你不可以卖 你如果 而且限定在几个国家 他可以合法拥有 就是 联合国武藏 其他的尽量不能有 就不可以转移 对 那 为什么要 要跟中国谈这个 就叫中国不可以跟俄罗斯买核武器 核原料 核材料 核技术 都不可以买卖 这个 或者怕中国卖给 朝鲜 或者甚至于 卖给谁 巴基斯坦 就是要谈的部分 要核不扩散 不然美国找中国谈什么 就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核武器的限制 限制什么 制造 这个 世报 还有什么 部署 那世报你刚刚提到他都讲不算数 不过有个共识 不做地面上的世报 现在大概没有地面上的世报了 都是地下世报 那制造了 对不起啊 本来俄罗斯跟 跟美国之间在制造说 我们不可以在制造不可以再增加核武器的总数量 那现在似乎这个有维持住 这个俄罗斯大概 五百六千多美国大概五千七 这个数字没有在增加了 那现在中国在增加他一定叫中国说 你制造可不可以不要增加 这制造部分 那世报的部分地点地下这有一定的规范 最重要是部署 美国虽然有五千七百多个部署不可以超过一五五零 俄罗斯也不可以超过一五五零 这个是 这个部署的第1个就是 你可以真的部署可以使用的核主器不可以超过一五五零 他一定在找中国说你不可以超过五百 你最喊 你小的 然后 部署以外还用到 觉得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啊 中国怎么可以答应你啊 当然不可能 中国开口就是一千好不好 讲中国中国到现在拥有多少枚的核武器啊 都是外头推估的 据说五百 美国这么说啦 对 而且以现在以现在中国的中国所要表达的军军事的实力跟意图来讲 没有一千枚是达不了标的 还没有讲完喔 核子武器的这个部署除了说核子弹的数量以外 还有载台的数量 载台就是你刚才讲的轰炸机啊潜水艇啊 没错 还有这个陆基的 这个洲际导弹啊 等等 加起来总数 他们部署的限制是什么 美国不可以超过八百 这个俄罗斯不可以超过八百 这里面包括 中程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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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撤销的部分不是这个载台的数目 这个载台的数目受的条约规定叫新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目前还算生效 New Star 对 还算生效 那 可是 你要中国限制载台多少 总不会是两百吧 这样 对 对 所以 限制载台的数目是美国要找中国谈的 那 核扩散 不可以给北韩等等的 然后核部署核制造 这个整体来讲就是现在开始谈 中国愿意谈 可是 不可能现在有结果 那美国找中国谈的目的就是说 要再回来跟俄罗斯什么样 藕断失联 不是分手炮 现在美国当然所谓中导 中导的中程导弹 中程导弹 算是载台的一部分 可是问题是说 你不可以部署离我多近 以前 当时古巴危机有个很重要的地点 就是说 美国撤除在欧洲的中导弹 没错 换掉 这个俄罗斯撤除 在古巴的导弹基地 古巴的导弹基地也是中程导弹 中程导弹 现在就说 他可能要跟中国谈中程导弹 因为中国的中程导弹 太厉害了 对不起 太准了 这个 让日本 这个活的 这个 喘喘不安 更不用说 关岛 关岛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 中美两国的 军事的 项目还有很多谈 但是不是现在习班会要谈 习班要谈 只是美国说 我们恢复军事交流 我们恢复军事 热线吧 不要每次我打电话去 我找不到国防部长 以前找不到国防部长是国防部长 现在找不到国防部长 现在还没国防部长 对 好张月霞这次去 去俄罗斯 去莫斯科 我说了就是 就是 他真的是一个一个很很特别 有点 有点有点需要去去思考的动作 因为毕竟 上个星期才见过 对了就是你少一股 虽然说 虽然香山论坛 是个大拜拜的 是个礼貌性的恶鬼的论坛 可是呢几个特别邀来的国防部长 那总还是可以可以屁事密谈 但是呢张月霞的就特别跑了这一趟 跑了这趟之后的当我直觉上面的 我我认为就是说 之所以特别要跑一趟莫斯科 除了是普丁要见他吗 敲定什么事吗 如果没有要敲定什么事 普丁要花会时间跟他谈吗 这个是两个谈一个早上 这个是这两个老头子谈一个早上 对所以我说了我说这个是中方的张月霞这次去莫斯科 给俄罗斯的一个 一个礼物 办办手礼 可他背后一定有一个逻辑 就是他是不是在预告着 张月霞会在11月16日的时候正式跟 欧斯汀见面 他是不是因为因为中美之间的房长 或者说呢就代理的房长 即将要正式见面 因此先到莫斯科去 因为过去APEC很少有国防部长 没有他他他他这次是在印尼啊 对啊他就在印尼 就是就是16号 16号是在印尼 因为因为今年是今年就东盟的东盟的房长会议 今年在印尼 东盟的部位不是APEC的部位 对所以那因为 Austin会参加这个会议 而且Austin已经不能叫叫叫叫叫说的 我要我要我跟你 跟你中国的房长的见面 是说11月16号在印尼的这个见面 那因为印尼印尼现在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我就理论上来讲 当印尼的主办的东盟的房长会议 中国的房房长就算没有我要挤一个出来 所以当既然的中国的房长会参加 现在一下起步出来找张又霞 那就是张又霞对吗 张又霞的位阶是比国防部长高 而且而且大陆的国防部长 用我们这个俗话就是 中国的 三军副统帅 对就是说因为 因为他是军委会的副主席 第一副主席 他其实他比国防部长更有实权 而且而且更位阶更高 所以张又霞如果说呢11月16号 我判断了就是因为他去了莫斯科 所以我认为张又霞11月16号 尤其最近的 他一定要去啊 他只是去要不要 要不要 私下见面要不要谈 如果是 那 一桌 一二十个人就没什么好谈 那你觉得就是说以现在 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讲的所有的媒体 国际媒体都在关注 就是标题都差不多 习败会 渴望宣布重启军事对话 对啊 习败会如果是15号 那他基本上 我认为他都在 在schedule上上面 就是15号可能会有这个宣布 16号 就告诉你说好 我的 我的黑无常 Austin 那跟了跟张又霞 单独会 对要单独会 唱编会 好那因为这一次的单独会谈 他 从Austin最近的喊话里面 我之所以一再强调就是 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 因为中国正式进到了国际的 核管控的 游戏规则里面 中国在过去 过去在今天以前全世界在二战的之后 所有的核对制跟核管 核管控 基本上都是以美俄为主 架构 中国量不大 中国或者英国 法国 印度 那些说实在因为量都很小 而且基本上面的都是防御性的 好所以但是 所以呢中国始终的 也刻意的保持低调 不太愿意进入到 大国的核武游戏 所以现在都不讲自己有多少核武器 也是低调处理 可是这一次你觉得中国是不是准备要进场 当然要进场 有两个 第一个理由就是说 要保护中国的GDP的 经济环境 不要动不动受美国的核威胁 他自己要长进啊 什么可能动不动才500颗 没有个1000颗 就像我 我去年就讲 中国核武器没有1000颗 黄金没有来个5000顿 你搞什么名堂啊 你就没行情了嘛 打麻将要大国博弈打麻将要上财的时候 你要准备人筹码 人家打那一万起跳 你又打那250了 你就乖乖在跑场边坐 那以前中国的核武器不多 他不去扯这个问题 人家也不会找他谈这个问题 那美军的将领动不动就很嚣张 咱们是有多少核武器啊 意思是说你们中国跟其他国家又怪一点 你这个意思吗 那现在不一样啦 现在是 无下非阿盟啊 对当然可能很多人会在会 会想说 那中国为什么突然觉得核武器 很重要 我觉得一件一件事情是关关键因素 就是在川普上来了之后呢 川普好几次叫嚣 他有他有很大颗的核按钮 对他是可以动用核武器的 到那一刻的时候呢 中国的知道了 当你碰到一个美国的瘋子在当总统的时候 你没有准备是不行的 你没有准备狼牙棒你什么队伍 你没有准备是不行 而且美国 有点像那个罗马帝国 动不动出现那种很奇怪的皇帝 什么泥露 泥露 泥露粉成露啦 什么烂事都干出来的 现在你觉得川普很正常吗 川普很不正常 你觉得拜登很正常吗 拜拜拜拜拜登是很笨 就就相对 那也不算正常 对对对 然后万一拜登不能试试 你觉得贺锦丽很正常吗 那更不正常 更可怕 那美国都吓坏了 至少川普美国还不担心 他们发现很多事情 贺锦丽都状况坏啊 比彭斯还不安定啊 所以美国可能会出现一段很长的时间 领导人都不正常 那你中国要不要准备捷狼牙吧 要不然底下的美军跟你叫嚣 而且 美国现在有个地方赢中国赢很多 核 战略潜水艇 每一座都比中国大 对 盾位都比中国强 而且你见了他 他这次不就刻意的释放讯息 就是说我有一艘恶亥二级的潜艇现在在布斯湾里头 对啊 恶亥二级他不只是核动力 他是核武器 虽然 虽然他之后强调说 这艘恶亥二的这个核动力呢 但是上面并没有核武器 可是摆在那边呢 那个威嚇力 你怎么知道 就警告你伊朗 他基本上就警告伊朗 你能检查吗 你也不能检查 跟各位 再 补充说明一下 潜水艇 现在的军事的主流 是核动力 所以中国也是核动力 美国是核动力 防卫性的才是 裁电潜舰 那这种 攻击性的一定是核动力 那核动力又分成两类 一种叫核动力攻击潜水艇 一种叫核动力战略潜水艇 什么叫攻击潜水艇 就是用常规的 导弹攻击船面的船舰队 或者攻击陆地上的基地 这个叫做核动力攻击潜水艇 没错 但是核动力战略潜水艇 就是带核主器 可以消灭你整个工业城市用的 不是哪一个什么什么军区啊 哪一个什么港口 不是已经是消灭一个城市用的 这个叫 核动力的 战略潜水艇 战略两个字 在核动力潜水艇 专讲核主器 那算美国卖给澳大利亚 就讲我是核动力的 所谓的什么 攻击潜水艇不是战略潜水艇 上面不会有核主器的装置 核主器 可以发发射发动的装置全部拆除 那你说二海二就是一个核动力的 战略潜水艇 那他讲说我现在带的 没有核主器 你相信吧 对他的二海二级的潜艇里面的 有两艘是经过改 改装的 是可以 是可以呢 就是说 不攜带 核武器 然后呢作为 就是说常规 因为他的续航力呢 比较强 那你逆中性的也比较好 但我们平常在在谈所谓的战术 战略 那个呢 对很多人来讲 可能会是 到底 差别在在哪里 在军事上面来讲 大概一个很简单的区分 就是 所谓的战略性的 武器 他攻击的是非军事目标 那所谓战术性的武器 他攻击的是军事目标 你就这样想就好了 所以 所谓的 所谓的战略型的武器呢 就是我可能去攻击大城市 可能是呢去攻攻击你的一些重要的 重要的设施 设施 平常是不做军事用途 但是我知道 会对你造成重伤害的 那叫做战略型的 武器 所以你在区分战略跟战术的时候呢 就很简单 战术就是攻击 我们在交战的时候攻击你的军事目标 不管我用的是传统武器 或者是核武器 战术核武器 也是攻击你的军事目标 攻击你的军队 可是我如果是战略型的武器 核武器 那就是攻击你非军事的目标 好所以呢 接下去呢 中美 那包括俄罗斯 未来的 我们这几天呢 我特别在整理这 这些内容 就是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未来的全球的核武器的管控 防核扩散 不再是 两个player 而是三个player 就中国进来了 那中国有一个优势 中国虽然说现在的核弹头的数量 一般认为核弹头数量 是不多的 可是 中国的就精准投掷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 那尤其中国现在的新的这种的高超音速的导弹 导弹 这个呢会让 配合上核弹头之后呢 那就很可怕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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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